凉凉 凉凉 凉凉凉 凉凉凉凉 嗨,大家好,今天做金鸡鸡鸡鸡 辣白菜汤 这辣白菜再次加工的时候一定要用酸的 不然跟炒白菜没什么区别 辣白菜我不用砧板切 用一次就会染色,不好洗掉 用剪刀也挺方便 我今天用的量是大约四分之一的白菜 要用多少就要看家里的锅 还有你要做多少 我最喜欢的就是配猪肉 五二肉最好,有肥有瘦 一定要有肥的才像 切片切丁切末都无所谓 家里有什么用什么,任何形式都行 够多了吧 这个真的超级简单 我们要先炒辣白菜 炒辣白菜的过程是关键 韩国做汤的时候一般都会用芝麻油 不是说别的不行,而是他们习惯用香油 韩国家庭平均香油消耗量是蛮大的 以前他们来中国旅游都会买的香油回去 韩国贵啊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用中火慢慢炒 至少要炒到变色 白菜都熟了 就这么炒完配上白米饭吃也挺好吃的 感觉差不多了 加入进去一起炒 肉也变色了,可以加水 在这里少加一点水 我们把辣白菜汤倒进来 这样味道就非常浓郁了 如果没有辣白菜汤 那就加半勺辣椒酱 又或者不想吃肉的朋友呢 可以不放肉 加完水之后 加这个金枪鱼罐头 带汤直接倒进去就行 蒜末有的话就放点 辣白菜是咸口的 辣白菜汤也是咸口的 如果你放的辣椒酱 那也是咸的 自己尝尝咸淡 如果淡了可以加少许盐 如果辣白菜太酸了 可以再加一点点盐 我这个刚刚好 我就什么都没有加 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可以加点蔬菜 比如说洋葱啊 土豆啊 西葫芦 我是不喜欢加那些 这样就可以了 简简单单 好嘞 做好了 可以尝尝了 看看这个汤非常浓郁 泡米饭吃真的是超赞 懂得都懂 除了烫 没别的毛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拜拜 下周隔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